好那咱们再继续 刚说了 当我把氦的这个元素 放到左边之后的话 漏觉得应该往右移一步吧 所以紧接着这句话 漏加等于1 加等于1代表我漏向右移一步了吧 移一步紧接着看一下 刚前氦所在的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相当于空了 虽然说数还在 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数值已经放到了 漏所指振上面来了吧 所以这里面即使有一个20 是不是也没用啊 所以这时候紧接着 我把这个漏已经向右移动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继续去执行漏了 把漏始终往右边去移 那你紧接着来看一下 对于漏来说 它的移动的过程 是不是跟上面这个循环是一样的呀 对吧 仍然还是你只要说小于嗨 并且你所指的这个数据 漏 你所指的这个数据 只要是比中间元素要小 那这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漏就可以一直向右去移动 向右移动的话 它的下标应该是加等一吧 对吧 当你退出这个循环的时候 意味着说我可能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 看一下 我一直往右走的时候 可能找到了一个 比当前的基准元素大的吧 基准元素大的情况下 我这个地方退出了 退出之后 我就应该把这个值给它放到 嗨所指的这个空位置上面来吧 对吧 所以让 Alist嗨等于你所指的这个漏 对吧 指完了之后的话 我就应该让我的 也就是说 他所指的这个地方 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之后 我嗨是不是又得开始往左走一步 再继续比较吧 所以嗨 加减等一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仅仅是在想 这两个过程是不是交替在执行的 先让嗨走 嗨走完了之后 交换 转换一下位置 紧接着是漏走吧 漏走完了之后 你再看 这个过程 它是把漏的值放到嗨的位置上 嗨往左走一步之后 那紧接着的话 是不是又让嗨再去走啊 让嗨再去走的话 是不是执行的上面这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 这两段 我是不是得外面得有一个循环来啊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时候除了这两个循环 又多出来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代表的是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说 这两个过程交去去执行 只要你的漏跟嗨 没有相遇 那这两段代码之间 是不是就交去去执行了 对吧 所以 看一下 一上来的话 代理于变这个过程 一上来 那漏是指向零 嗨是指向最后结尾的 所以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吧 紧接着 第一段代表的是 让嗨的指标 游标 左移 让嗨的这个游标 左移 左移的时候 对于这个循环来说 它停止的条件 就是遇到一个 比它 比基准值 要小的 对吧 遇到一个基准值小的 我给它换到漏里面来 然后紧接着漏 向右移动 那漏移动完了之后 这两段代码是不是指向完了 紧接着是往下指向这段代码了吧 这段代码的话 是不是就首先一上来 就先判断一下 漏加一之后 所指的元素 是不是比基准元素要 大 如果是小的情况下 你一直往后走 如果大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从循环当中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我把你找到的 这个元素 放到 嗨所指的动体来 那嗨有了之后的话 我让嗨开始 往左移一个位置 左移一个位置之后 这段代码是不是停了到这 左移之后 想一下 我是不是进入到 上面的外移循环当中了 紧接着 是不是又对 当前的嗨所指的 这个元素进行判断了 对吧 所以是两个交接进行循环的 先让右移 再左移 再右移 再左移吧 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呢 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判断的时候 如果遇到相准的 相等的这个值 咱们是不是没有处理啊 看一下 我这里面 对于嗨所指的话 判断的是大一个情况吧 low判断的是小一个情况下吧 那假如说你嗨 是不是也可能遇到一个 跟他基础元素相等的值呢 有可能的吧 我们把这两条代码 判断 这时候来看一下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这是这些数值 好 假如说现在是54吧 这也是54 这么多54 这54在这 来想一下 这时候 low的游标 从左往右移 移动的时候 一直都移动到54的吧 54的话 当前情况下 是跟基准元素相等的吧 也就是说 low是不比54小的 所以对于low的那边来说 在移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的时候 他就要把54放到 右面的嗨所指的 空位上面来吧 对吧 放到空位置上 没问题吧 那紧接着你再看 放到这位置上来 嗨是往左走的 往左走的时候 假如说77也是一个54呢 你想77是不是也 我把这个位置给他换成54 也就是说 嗨往左一个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第一处 是不是就是54啊 紧接着我进行上面的判断了吧 结果发现我判断的时候 54不是比54大的 就是说嗨所指的不是比基准元素要大 那紧接着我把这54 是不是又给挪到左边来了 对吧 那你想最终找到的这个位置 54放在中间了 最终找到一个位置 54放到中间了 54左边也有个54 54右边这个序列 当中还有个54 对吧 但是这两个序列在排的时候 这个54放到5593当中的哪个位置 放到哪个位置 还是这是吗 想一下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说了54的话代表的一个中间线吧 最终想要达成的情况下 就是你尽量去把一个值 即使跟他相等 你也放到一边去处理 因为如果说你不这样去处理的话 也就是说你54分割出来的 左边还有一个54右边是不是也得有一个54啊 尽管你之后再去执行的时候 实际上对于左边这个序列排完之后 54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吧 右边的时候的话 在最左边的吧 但是对于你在去想的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尽量的就让54在一边出现 也就是说把等于的这个情况 你去放到一边去 因为我在做快速排序的一个思想 就是54就是一个中间线 就是一个分界线 对于54相等的 你也就去出现在一边 不要出现在两边 这是快速排序的一个思想的问题 它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虽然说我们把它放到两边 任一边54到最后实际上都可以处理得了 但是在去设计的时候 这个思想就是 你要知道我们找到这个54的一个原因 就是54是最终形成序列的一个分格线了 既然是分格线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你跟它相同的 要不然都在嗨的这边 要不然这两个54你都放到它的左边去 这是咱们的一个思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最好啊 最好大家在去写的时候 你把等于的情况放到一边去处理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把等于的情况放到嗨这边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在右边的时候遇到相同的情况 是不是不去做 放到漏这边 而是继续往左走啊 那我最终形成的一个效果就是 在右边移动的过程当中 碰到一个跟54相同的 好还往左走 那右左边那边碰到一个54的情况下 它不包含等于的情况 它就要被给我布置到右边这里面来吧 所以最终导致的情况就是 54放到漏的时候 所有跟它相同的元素 是不是就位于一边了 这达到咱们一个真正根格线 比较清晰的一个位置了 那你紧接着想的情况就是 如果说我不包含等于的情况下 两边都有54 它也稳定吗 它一定会稳定吗 刚才是这样过的吗 我们刚才是说左边的这54 最终遇到的时候给它挪到右边来了 右边碰到的54 给它挪到左边来了吧 对吧 没包含等于的情况 是这样的情况吧 是不是已经打断它的顺序了 好 紧接着我们往下走啊 看一下 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问题 你在包含等于的情况 尽量把这个数值给它放到一边 这符合咱们的思想 然后紧接着再往下走 看一下 这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 在去做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嗨的这边 如果说大于等于中间值的话 往左走 如果嗨所指的这个元素 小于中间值了的情况下 我对于上面这个循环退出 我需要把嗨所指的 放到漏地里面来吧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情况代表什么 就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的话 嗨就碰到了漏了 跟漏相等了 对吧 漏相等的情况下 你看这句话 执行是不是没有影响 我必须得看到相等的情况下 我再执行第15号 没有影响 跟它有关系吧 这句话我们说了 只对右边的这个条件起作用 是根据这个条件产生的 第15号这句话 那如果你的循环当中是跟漏跟亥相等的情况下 我要看一下 第15号有没有影响 这时候发现漏跟亥相等情况下 执行第15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对吧 所以那紧接着 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放到这里面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紧接着再看 漏这边是不是加等于1了 对吧 加等于1是不是又代表移动一个位置 移动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紧接着看一下 移动一个位置这时候的话 我对于这边来说 外层循环条件是不是就不满足了 是吗 不是吧 是不是要晕了 看这个地方 看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写的代码来说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开始漏等于0 嗨等于尾吧 然后紧接着 我开始让右边的游标开始往左移吧 让嗨左移 没有问题吧 让在左移的过程当中 在在左移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 看一下 在左移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现在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 移动的过程当中 漏跟嗨相等的 也就是说我要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了 一上来的话 我在让它移动的过程当中 嗨所指过的 从头往后走 从头往后走的话 那你想 紧接着的话 对于这边来说 我假使的这个条件是漏指向了一个空的位置上来 嗨是从右往左走的 从左走 一直走到54 然后发现54跟它相等 我们这条件是不是还包含在这儿 然后紧接着它是不是又往左走 往左走的时候 嗨跟嗨是不是就重合了 重合之后的话 紧接着这句循环 是不是就不再执行了 不再执行了 紧接着我们看 让漏的东西等于嗨的所指的东西吧 那也就是说他们俩是相等的 所以这句话没意义吧 没意义 紧接着再看我漏是不是要加等于一啊 那也就是说漏这个东西 我往右移一个位置吧 移到这了 对吧 移到这个位置之后 紧接着再看底下 再看底下 这时候看一下 while漏小于嗨 这时候是不是不执行了 漏已经超过它了 超过它的话 紧接着再往下走 然后22行 嗨所指的东西 应该等于alist的 所指的这个漏吧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那也就是说 嗨所指的应该等于漏所指的这个东西 54是不是又放回来了 对吧 放回来之后 紧接着再看我嗨是不是减等于一 是不是嗨减等于一 这时候的话 你发现在到上面这个过程来的时候 漏跟嗨是不是已经错过了 对吧 已经错过的情况下 那代表的是咱们写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那看一下 我怎么来保证说两个相等的时候相遇的时候整个程序就退出来了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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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是因为我退出循环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呢 比如说这两个条件是在循环之外去执行的吧 我们限定了你之所以让漏能等于嗨或者嗨等等于漏的原因就在于是碰到了这个时候才去执行的吧 对吧 那对于底下这个情况的话你看这两句话它并不能仅限在这这个条件上面来来执行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给它改变一下方式改成什么样的呢 如果说让漏小于嗨的情况下 或者说底下的这个东西 咱去做的过程当中 遇到什么情况 如果说嗨的这部分小于 那好紧接着我去把移动的条件放到外面来 让里边的这两个东西 这样的去做 可能吗 可以吗 这样做出也不可以 所以刚才咱们写的应该是 所以 скорее刚才刚才的进了 想到 gereal 里面 Deixa我们自己去走 让他接着 店里面 我们出现了问题 出现在哪的 出现了加了一句话 移动的时候 看一下 我们写的这段代码的原因就在于说 如果说上面的这两个条件 看一下 在上面所指的这个条件的时候 54也是在 放到这边来 看一下 还按照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条件刚才之所以错过 是因为漏跟亥之间 是不是马上差一步就要相合了 就要相遇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 还按照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在哪呢 这个过程就在于 这个过程就在于 这时候我现在开始让嗨往左移 这时候你看停留到这个的状态的一个之前的步骤 是不是因为是从54 55挪过来的 从这边挪过来 挪过来的话 挪过来之后 按照当前的这个状态 咱们开始去判断 这个状态就是 嗨开始要往左去移动了 移动的时候 它的移的这个步骤 是不是跟漏正好重合 跟漏正好重合的话 那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不再去执行了 紧接着执行下面这部分吧 下面这部分的话 就直接让漏跟嗨进行相等吧 漏跟嗨直接相等的情况下 没有影响还是 然后这时候我们紧接着让漏是不是又移了一步 对吧 让漏又移了一步 是不是他已经错过来了 让漏这边错过来之后 紧接着这时候是不是又让漏去进行移动了 对吧 底下这部分是不开始让漏去移动了 因为此时漏已经要比嗨大了 已经错过了 所以这句话没有去执行吧 没有去执行 紧接着又执行二十行吧 执行二十行的时候 让嗨所在的这个值等于漏所指的这个值吧 所以让嗨等于55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又让嗨去往左移了一步啊 往左移了一步 这时候就把他的差距扩大了吧 对吧 那所以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们在去做的过程当中的话 对于加一的这个操作 实际上应该是让他在循环里面去做的吧 加一减一的这个东西 看一下啊 这时候我们把加一的这个操作跟减一的这个东西完全给他换配 拿回来看一下 这时候第十五行的时候 判断复完值第十六行是不是让漏加等于一了 让漏加等于一是不是进入第十八行的这个判断了 进入第十八行的这个判断之后 里面是不是又可以进行加一啊 那如果说我把这句话给他注视掉 直接让他在第十八行当中进行判断再进行移动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看一下 是可以的 为什么才可以呢 因为我当执行到第十五行的这句话的时候 是相当于把右边遇到的小鱼的这个值给我放到漏锁在这位置上来的吧 然后咱们一开始在跟大家说的算法的时候 是你既然已经放到这里面来 我是不是漏就又移一个 对吧 现在我不让他去右移了 而是直接移上来 紧接着就判断漏锁指的这个东西 漏锁指的这个部分 肯定应该就是小于这个值的吧 因为他刚刚是从害拿过来的嘛 看一下 是把害所找到的小于一个中间值的部分 给他放到漏的位置上面来了 放到漏的位置上面来之后 紧接着我在第十八行去执行的就是对他所指的已经判断了吧 换断之后 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当中就能够加一操作了 晕了的话 看一下这个故事 好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咱们把大麻给改了之后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 一开始漏是白指向零 紧接着害是指向n-1 也就是说漏是指向头 害是指向尾的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去设置了一个中间值 meet value 等于第一个元素吧 也就是等于54 存到这里面来了吧 这时候 我们开始让害这个位置开始去移动了 移动的时候 先看一下 也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循环里面来了 进入到循环里面 紧接着就要判断的是漏跟害之间 他们两个没有重合 没有重合 看一下 害所指的这个元素跟中间元素是不是要比他大 如果比他大或者跟他相等 然后我们是让害主一吧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过程 现在看一下 55 是不是比54要大 大吧 所以害减一 减一之后移到54了吧 移到54这个位置之后 他是不是比54要小啊 44比54小 对吧 比44比54小的话 看一下 这个循环是不能再去执行了 不能执行的话 执行第15行吧 执行第15行的时候 我就要让我漏所指的这个位置上面的值应该等于44吧 对吧 让他等于44吧 所以那你想 也就意思是说 54这个地方就变成等于44了吧 那你也就说这个44实际上就没有意义了吧 紧接着一开始带着大家做的时候 是不是写了交换完之后 有一步操作 是不是就是让漏往左移了一步啊 往右移了一步之后 紧接着再去执行下面的这个段代码判断吧 对吧 判断下面这段代码 然后看一下 漏所指的是不是比54要小 如果小 紧接着让漏往右走吧 对吧 这是刚才咱们跟大家说的 那现在看一下 当我害指到的是44发现比54小的时候 我要把44放到漏这个位置上来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把这个地方漏是不是又给他又移了一步的 对吧 假如说的就是害跟漏之间重合的情况下 我们去执行了这个相等的操作 我又让漏往右移了一部分 才导致错过了吧 所以 我们就把那句话给删掉了 删掉的话 整个思路就变成这样子了 害指到是44发现比54小 那好 我把44放到漏所指的位置上面来 然后紧接着漏是不动的 不动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执行到漏的这个条件判断了 对吧 到漏的这个判断的话 发现44比54是比较小的 比他小 那我这时候在循环体当中让漏去右移了吧 让漏去右移了 让漏右移紧接着比较26了吧 发现还是比54小 再右移 右移的时候发现93比54大吧 对吧 比他大 那这时候怎么来判 从循环体当中退出了 退出之后 我是不是让害的位置等于漏的这个值啊 也就是说让害所指的这个东西 应该等于漏所指的93吧 所以这个位置上面是93 然后93这个值是不是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好 那紧接着看一下 交换 让这个害的值等于漏之后 我们把这句话注释掉了 也就意味着是说 你害所指的这个东西不要动 对吧 你别去动去 别去动 紧接着是不是又进入到外层这个循环来了 对吧 漏还是小于害的 漏还是小于害的话 那紧接着就去判断了 害所指的元素是不是要比基准值要小呢 它是比它大的吧 比它大 那你就往左移 它不是小的 那紧接着是不是碰到31了 碰到31之后又比54小了 那就应该把31的这个值给它存放到漏这里面来吧 对吧 存放到这里面来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是空出来的 空出来之后漏还不去动 漏不去动的话 紧接着害完了就应该是漏来判断了 判断漏所指的是不是31是不是标比54要小 小 那紧接着漏左移 一到17还小 再左移一到77了吧 一到77比54大 那紧接着就应该把77的这个值给它放到害这里面来吧 所以紧接着看一下 那也就意思是说 害所指的这个地方当前的值已经给我换成77了 那漏虽然所指的还是77 但是这个位置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紧接着漏不动 我是不是让害走了 让害走 一走一步是不是碰到漏了 碰到漏的情况下 那你紧接着看一下 整个循环是不是都退出了 整个循环都退出了 那我意思是说当前所指的位置就应该去存放54这个值吧 那你这个时候再看 我的这个移动的条件 看一下 移动这个条件始终都是需要在漏小于害的时候才去移动吧 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有错过的原因 是不是漏加等于或者害等于是在这个循环的外面去写的呀 对吧 有可能会错过 所以当我们给它放到这里面来 而在外面不再做判断的时候 就可以保证不错过了吧 对 相遇的时候要交换一下 现在这个漏小于害 还有这部分现在能明白吗 能明白吗 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分析的那个特殊情况 分析的那个特殊情况 我们刚才所说的特殊情况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呀 看一下 害是指向的是77这个位置上面来 刚刚移动好的 然后漏这个位置是空出来的 紧接着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让害左移啊 让害左移的时候 漏跟害是重合的吧 看一下 左移的时候漏跟害是重合的 重合的话就代表这个条件不符合 对吧 这个条件不符合 也就外偶循环退出 外偶循环退出的情况下 去执行第15行 让漏跟害的值相等 对吧 那也就是说因为它俩坐标已经相等了 没有任何意义 第15行执行一变 5行执行一变之后到第17行 开始判断漏了 漏现在是不跟害是相等的 漏跟害相等的话 漏也不移动吧 漏也不能移动的话 是不是又把害的值 又把漏的值放到害的里面来了 他们俩现在还是相等的 所以这两步复值操作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紧接着你再往外去走 是不是又到循环这了 漏跟害是相等 整体退出来了 对吧 整体就退出来了吧 那也就是说 也就保证的是漏跟害重合的时候 他们两个不会错峰了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虽然说在漏跟害相等的时候 你第15行这个值跟第19行这个值都会去执行了一遍 但是来说的话 没有意义 没有负左右 执行了也不会让我的漏跟害两个出现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两个之间错开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在去写快速排序的时候 里边这部分所去做的工作 现在这部分这两个代码能跟上吗 能吧 我们只是把刚才的漏加等于害减加等于给它放到循环里面去了 好 这时候经过这样的一个while循环退出 那代表的是我第一次找到的54所在的这个值的位置上来了 找到了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找到了54所在的这个位置上来 那紧接着我要做的是不是就应该把54放过去啊 对吧 应该把54放过去 那放到哪呢 讲一下 从整体这个while循环退出来的时候 意思就是漏跟害是相等的吧 从整个循环退出来的时候 从循环退出时 漏是等于害的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就想了 我去使用漏跟害是不是都可以啊 所以现在我就应该让alistlow等于我刚才的这个中间值吧 我把这个中间值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吧 这就没问题吧 放到这个位置上来之后 那也就说54在这个位置了 54左边的都比它小 54右边的都比它大 或者等于吧 那紧接着我是不是应该去对它左面的这部分再去执行相同的算法 对右面的也再去执行相同的办法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上面的这一部分是不是需要再去通用了 可以再通用了吧 那想的话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去写这个东西呢 怎么再去执行这个过程呢 想一下 这时候对咱们来说 一开始 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整个序列 然后我们去执行了一下快速排序吧 执行快速排序之后 找到了第一个元素54的正确位置 这时候54是不是把整个序列分成两部分了 左边一个部分 右边一个部分吧 那紧接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子序列单独的再单独来看呢 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右边的部分给它忽略掉 只看左边对我们来说 它是不是又一个全新的子序列啊 对它是不是还可以执行相同的算法 那也就意思是说 这时候当我进行完上面这个过程之后的话 A的这个列表来说 就分成了两部分了 一部分是从头开始一直到我漏所指的前一个元素吧 另外的一个列表代表的是Alist 从漏加一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最后吧 你想我当前漏所指的是不是就这个位置啊 那也就是说 左边的序列是从头一直到漏减一吧 右边的序列是从漏加一一直到最后吧 现在是有这样两个序列吧 那我好我可不可以采用第一堆的方式 直接再去调用我的quicksoft这个方法呢 可不可以呢 你想 这时候如果再进行地归欠套的话 我去对他再去执行quicksoft 再对右边的也去执行quicksoft 那产生的效应是什么样的呢 经过第一次 经过第一次quicksoft排序我们给他分成了两部分吧 然后紧接着我对左部分再次调用quicksoft 那么他会把44在这里面是不是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来 然后找到一个位置 现在对于这个来说是不是找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44又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吧 左边的一部分 还有右边的一个空吧 那对右边这个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方式 我对77去找他的位置 找到的应该是77中间里面有一个93 对不对 右边一个93 左边有一个55吧 那这时候来说 这是这两个函数所达到的一个效果吧 达到效果之后的话 对于44分割的左边这部分 是不是还得去执行quicksoft啊 对吧 对于他的右部分 是不是还得去执行quicksoft 虽然说对于44来说现在是空的 那你再想77这边 对于他的左边 是不是还要去执行quicksoft啊 快排 对于77右边的还要执行快排吧 那执行到最后执行上什么样的呢 他所处理的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是不是就达到极限了 你看左边现在是三个 那好 我再拿26来判断 26执行quicksoft的话 应该放到这两个中间的哪部分呢 应该去放到 17 36 31中间吧 也就是26 又把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17 一个31 这时候对于26分割的两个序列 是不是只有一个元素了 我就可以不用再往下进行快排了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不是就是地规的一个思想 是地规的思想吧 也就是说在函数内部 把它分成两部分之后 我再对分割来的这两部分列表 再去执行我自己的这个函数 那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不是就地规的 对吧 所以只不过是 你在去嵌套执行的时候 要用quicksoft的话 你操作的对象就变了 一开始操作的是整个列表 然后在内部再操作的时候 先对它左边这部分 执行tricksoft 再对它的右边部分 执行tricksoft 采用这样的地规的方式 不断的向下嵌套 是不是到底能把 就能把整个序列排序好 对吧 这就是地规的一个方式 那紧接着来看一下 地规 我们在这里面就要改写一下了 改写成什么样的呢 看一下 在最一开始进入的时候 n是等于整个列表的吧 然后紧接着取中间值 是取的第一个元素0吧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0的话 在嵌套调用的时候 还能是0吗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看一下 这是一开始去做的吧 一开始去做的时候 54分割成了两部分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对它的23行 这句话代表的是对列表的 从头开始到low减1 也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左边 这部分执行的是快排吧 按照快排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进入到 函数体的头部来开始去执行了 移上来n是取的长度吧 紧接着midvalu等于alist 这时候alist代表的是 这样的一个四个元素的死序列了吧 因为你想我在传的时候 传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嵌套的时候 对应的这个alist吧 所以这时候你紧接着要看 找到的第一个元素是0 也就是说还取0 没有问题吧 但是你看low的话 不是这个high 这个游标所指的尾部还能是n减1吗 看一下 n减1现在也是对的 看一下 low是等于0 high是等于n减1 没错吧 没错的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的0跟n指的是谁呢 看一下 这时候 这个low指向的 对应的来说 它是等于0的 high指向的 high是等于n减1的吧 n减1的话 这个n减1代表的是谁 n是代表的是这个东西吧 0123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这是3吧 不是 这是4点1 应该是high等于3吧 对吧 紧接着你要看的是 low跟high之间 它所代表的这个数值 是对于这个子序列来说 它的所以值吧 对吧 但是这个low跟high 它所指的值 还能是原先整个序列当中的 那个正确的位置 已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吧 对吧 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但是我们想要操作的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 想要操作的 应该还是在原有的序列当中去进行操作吧 现在来说 你看左边这个区列还好说一点 是有 是正常的 但是对于右边这部分来说呢 对于右边来说 我进入里面 low还是等于0 high还是等于 现在等于2吧 看一下 high是不等于2的 那你这时候 low是0 high是2 然后我紧接着 看一下我操作的这个 A的list是对这个列表进行的操作吧 对列表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我在去用的时候 会用到low跟high之间去进行传值吧 是进行传值吧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对它进行传值的时候 进行传值的时候 那你紧接着就要想了 传值的话 还是 就跟我们传的这个东西有关了 我们现在传的这种一个情况 Alist切片过来的这个东西 想一下 Alist采用切片 它是对原有的list上面进行操作呢 还是说返回了一个新的对象 想一下 我原有的 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原有的Alist 是这样的一括号 123 是这个列表吧 然后紧接着 我对这个列表进行一次切片操作 从0取到2 那紧接着 这句返回来的 是一个新的列表吧 对吧 它应该是一个新的列表 这个新的列表 是不是跟我原有的列表就没有关系了 对吧 那我排去来排去之后 是不是只对这个新的列表进行操作了 而我们想要你操作的结果是什么 还是不是应该还在原有的列表当中去操作呀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我们要操作的是 即使你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但是我们认为你这两部分还是原有的列表当中 你在执行快排的话 只是对原有列表当中的这一部分进行操作吧 是这样的方式吧 所以说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去传的时候就不能给它传一个新的列表了吧 是这样的关系吧 好 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是晕了 晕的话 原因就在于是刚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漏跟嗨的时候 没引入这个概念 没引入我们传入了这个东西的概念的时候 才能原因 大家先把漏跟嗨时间先忽略掉啊 忽略掉了 然后这时候就单独来看 我们再去递归欠套的时候 你再去操作欠套的这个对象 到底应该是给它一个新的列表 还是给它一个原有的列表 也就是说quick这个salt 我应该始终无论欠到的多少次 都始终是对于我这一个列表进行的操作吧 只不过是快排的时候 快排当中的某一个部分 那你最终所有函数欠套全部退出来的时候 才代表我整个这个列表是一个有趣的状态吧 否则你去每个函数进行地规调用的时候 你操作的只是一个新的列表 对吧 这新的排序并不能产生到 并不能作用到我原有的列表之上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这时候再去进行地规传递的时候 就不能按照切片的方式去传了吧 那我应该传的就是一个列表 也就是说就是我的A list去传吧 我把整个列表传进去 然后你想最终我在最里面操作low也好 操作high也好 才是针对于我这个列表之间的下标进行交换吧 对吧 才是作用到这上面来 对吧 这一点先跟上吧 那紧接着就要想了 按照这样方式去传的时候 那我去如何去指定你要操作的时候 是这列表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呢 因为我要在列表当中去使的时候 一上来就要去有一个头指向你列表的起始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high去指向你要排序的这部分的最后那末尾巴 如果我不去指名直接传A list的 那你在排的时候是不是永远low是指向0 high是指向n简易啊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去传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了 我这个函数去操作的是这个列表当中的哪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引入两个参数 引入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你这时候要操作的是列表当中的起始的部分是哪一块呢 结束的是哪个呢 你把这个下标范围告诉我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在去传的时候 一开始在去传的时候 我传给你的 看一下 一开始有一个quick salt这个对象 你把整个列表传给我 然后你要告诉我操作的范围是谁 第一次是操作整个列表吧 所以你告诉我是从0到n-1 对吧 这是最一开始 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之后 我是不是找到了54所在的这个位置 然后列表现在就变为是从0一直到low所指的前一个位置吧 好 那你对他再进行调用的时候怎么来调用呢 你不能给我传一个新的列表 你必须还给我传原有的列表 只不过这时候你再告诉我的时候 要操作哪一部分 告诉我其实还是从0开始 然后呢 中指的话别的到n-1了 到谁 到low减1吧 对吧 你就操作这一部分就行了 那你好 0跟low减1也就意味着是对应的一开始的这个low跟high吧 我们把它对应到这两个坎数上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挤接着再看右边 我在操作它的时候 你在传的时候 同样还要把整个列表传给我 只不过说你这时候操作的对象 其实是从low 加1 一直到最后吧 到n-1吧 遇到最后吧 就是这样的一次调用吧 紧接着 对它调用来说 我是不是又形成一个新的结果 一个新的结果也就是说 我又 我又找到了26的起始的这个元素的位置 26应该是在17跟31之间吧 那这时候紧接着来看 26又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再进行抵规签套调用啊 签套调用的方式 我再去指的时候 这时候 alice还是只能整个列表吧 但是 这时候是不是就不是零了 不是零指的就应该是你去传入的时候 他所对应的那起始值吧 对他来说现在还是零 那low减一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看一下 对他右边的这一部分 他的起始值是谁呢 他的起始值 是low加1吧 这个low就指的是26这个位置上来吧 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过来 对于这一部分来说啊 对于3144来说 他的起始就应该是low加1 那他结束到哪呢 结束到哪呢 结束的是原有的这个low减一的位置上来吧 对吧 所以也就意思是说 我们在整个程序在去使的写的时候 定义的时候就必须要接收两个值了 一个是代表的是你操作列表的起始部分 一个代表的是操作列表的中止部分吧 然后一上来的话 low也就应该去指向 force那个下标吧 然后看一下 high指的应该是最后节里的下标吧 我们把force代表的是第一个元素的下标 也就是说起始那部分 last代表的是你要去快速排去的最后一个元素的下标 然后me的value是不是也不能是零了 应该是第一个元素吧 对吧 那紧接着low跟high去执行相同的部分 到最后这时候你再来看 分之时候分的时候分成什么样子了 先对这句话 这时候对low左边的 左边的列表 执行 快速排序 然后 对 下面这句话 对low右边的 列表 排序 对吧 那你这时候在想 我还是调用我函数自身 调用我函数自身的话 我后面说要传整个列表 紧接着要传入的就是起始跟中始的这两个参数了吧 对于左边来说 它起始就应该是从force开始 一直到谁呢 low的前面一个吧 那下面那部分呢 low加一 一直到谁 一直到last吧 对吧 那你这时候再想 first跟line 也就是说 第一个元素的下标 跟最后一个元素的下标 我们就不会再局限成 零跟n-1了吧 就不再局限成零跟n-1 而是动态的来传了吧 动态传的原因就在于 我在嵌套调用的时候 中间的三十一四十四这两个的起始跟结尾并不是零跟n-1吧 必须是有动态的last跟forst 不是forst跟last有关系吧 是在调用的时候那个人传的 所以上面这个n也就没有用了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咱们的快速就是完了 拿 哪签套 对 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扎那个循环地规的那个终止条件的 现在先看这个部分 整段代码现在能理解吗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第一个元素吧 咱们理一下 一开始讲的是第一个元素 所以上来low应该指向的是零 high指向的是整个列表的结尾吧 然后中间的这一段代码执行的是 对这样的一个元素进行快速排序 找到它的正确位置吧 对吧 然后找到正确位置之后 紧接着我要做的 是不是就对这个元素的左边再去执行快速排序 对它的右边也执行快速排序啊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引入的是地规的一个概念 用地规的方式 也就是说既然你要对它还要执行相应的这样的一快速排序 那我就对它调用我函数自身 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这时候就引入了我要调用我的函数自身 然后看一下 但是在调用函数自身的时候 我们又想了你去执行的时候 最终操作的应该是我整个序列当中的顺序 而不是操作一个新的列表了 所以我们就要求你去调用配个扫子的时候 你无论操作是这个列表当中的这一个部分 还是列表当中的这一个部分 最终都要改变的是我整个列表当中的元素 你不能操作新的列表 所以我们在去传的时候 还把整个列表给你传进来 你只有把整个列表传进来的话 你想配个扫子在这个地方进行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才操作整个列表的那整体了 对吧 才作用到他身上了吧 然后但是我们在去操作的时候 你就要去指明了 你在嵌套的时候就不能再去执行 你在执行自身的时候就不能再去执行整体了 而是执行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那这个某一部分到底怎么来划分呢 我们就给你引入了另外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每次去操作的起始的下标是谁 终止的下标是谁 所以看一下引入了新的两个参数 对于整个列表 你第一次操作的是first跟last 那你欠套欠套进来之后 找到了中间的这个值 那你再去递归调容的时候 你再操作就不是对于first跟last整体了 而是从first开始 到你找到的值的前一个 然后另外的那部分呢 就是后一个一直到last最后吧 始终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那你想我们再去使用快速排序的时候 快速排序的时候 快速排序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要把整个列表传进来 而且我现在相当于第一次调用吧 第一次调用就应该找到54所带的位置上来吧 所以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那也就地位着说我要传的话 要传的是第一次操作整个列表当中的哪一部分呢 就应该是整体 所以起始值就应该是从0 它的中指是谁呢 到n-1吧 对吧 到n-1 那n-1 这个n是不是就是lens list 对吧 这个是起始的游标是不是就有了 中指的游标是不是也有了 那通过这个函数进来 是不是low一开始就指向了0 紧接着high就指向了n-1啊 然后经过这样的方式判断 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54所带的位置找到了 54的位置找到之后 我现在对于这个列表分成两部分了吧 一部分的起始坐标还是从force force的是谁传出来的0吧 那下一部分就应该是low的前一个那个位置 那另外的第二部分就应该是从low的后面一个元素 一直到last吧 last团的是n-1吧 对吧 紧接着再对它进行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又会把它分成为几个部分 看一下 对于左边这部分是不是又分成两个 对于右边的是不是又分成两个 对吧 也就是说这时候就分成了四个部分了吧 对吧 一二三四 是这样过什么 再对它进行嵌套的调用 一个一个一个调用 这就是地规牌的 这就是快速排序了 那好了 我们现在写出来的快速排序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终止条件的吧 如果你这样让它去的话 肯定是 五千千套 那什么时候来终止呢 我们刚说了 什么时候不用去执行快排 是不是整个序列传进来的只有一个值啊 只有一个值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执行底下的这一部分代码了 对吧 那好 那也就一上来 我需要去加入它的终止条件了 什么时候终止呢 如果说 first 它是大于等于last 这代表的是 虽然说first不可能大于它 那是不是它这个条件也就意思是说 你传进来的first跟last是不是相等的意思 就代表这个列表只有一个元素啊 对吧 你传进来的这列表 它也传了 比如说这个列表传的时候 前面也是一 后面也是一 也就指的是操作的就是列表当中的下标为一的26吧 那也就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只有一个元素啊 也就意思是说如果你的first等于last的话 代表当这个列表你要操作的只有一个元素 我不用操作吧 直接返回是不是就可以了 怎么两边都是二 如果host跟last都等于二吗 不是 你说的情况是什么 两边的元素都相等 两边的元素都相等 对 forse等于last 你说它就等于 它两相等于 我没有说一定等于一样 我我只是说给你指的一个例子 假如说传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传的也是一 孟伟之传的也是1 它代表的意思是说 这个列表你要操作的 是不是下标唯一的元素 那你想的话 对应当中的话 那你最终再去嵌到的时候 这个值每一个元素 是不是都会有 0 0 有这样的过程产生 也有1 也有1 对吧 这代表是每一次 你想对应的是 每一次往下无限嵌到的时候 这是代表的唯一的一个条件 然后这时候操作右边部分 分成两个吧 分成两个 它是不是又要分成一个 跟另外的一个 对吧 那你最终的这个当中 我给你指的1 指的是一个 就是告诉你last的话 first跟last 一种可能的情况 值就是代表它两个相等的 先一 对吧 看一下 那到这一块的话 对于快排来说能理解到吗 我们去执行一下 还是达到最大限制 我们在这块减的时候 应该还是 把它加上来 看一下 为什么要把它加上来呢 因为你在去减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减的比它小吧 他们两个相等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比它小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只有 或者说把情况考虑权了 只有forst的小于last才去执行 其他的所有情况全部不去执行吧 所以我们应该把条件给它补充权 这时候看一下 这是这样的一块速排序 就是那个结果 对于快速排序 大家所要理解的就是一个地规签套 地规 大家之前的理解什么程度是如何 地规 如果地规不知道的话 就是先把它理解成这样的 然后我们一直到课程最后的话 再带大家说一下这个地规 然后看一下 这是关于快排 那紧接着的话 刚才说的 你需要了解的第一步 是要知道这个地规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函处调用函处自身处就地规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就是在去进行快速排序的时候 关于这两个漏跟亥之间移动 跟它交换元素 不是算是交换 就是复值的这个过程 只要知道快速排序的这个思想 然后就多说两句话 把这个快速排序看一下 它的最优时间复杂度跟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看一下快排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现在看一下 看代码来说是不是很费劲呢 对吧 循环而且还有地规 那好 那我们就不这样去直接分析它了 不能从代码当中来看 那怎么来看呢 我们直接就从直观的角度上面去看 先看一下 快速排序它的一个思想 就是先取出来一个元素 然后找到它的中间位置吧 对吧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去找54 然后达到的第一次的结果 2等于1的话 代表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执行完的一个结果 应该是54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上面来吧 然后紧接着54把上面的元素是不是分合成两部分了 左边的都比它小 右边的都比它大了 你想 这个过程的话就光说这一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不是n呢 因为我两个游标从左到右 它最终会合的时候代表停止吧 那代表会合的时候 左边走了一部分 右边走了一部分 它们两个之和是不是就是n呢 对吧 所以经过这一步的时候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吧 那紧接着要看的就是这个过程我到底执行了多少次呢 这是咱们要看的外层的吧 好的紧接着来看 这时候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54就把这一个序列是不是分成两部分了 分成两部分了吧 看一下 分成两部分了 一部分是左边的 一部分的是右边的 左边的话执行的是快速排序 右边也执行的是快速排序吧 对吧 那你紧接着再想 我这两个快速排序之间是使用的五二十四行跟二十七行这两个还是不要用吧 它们之间是顺序排序的吧 对吧 顺序排顺序结构的 那也就意味着应该是他执行的算法时间复杂度跟右边的时间复杂度之和吧 是之和吧 那你紧接着再想吧 我在对他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要找到的是二十六在中间的位置上来吧 看一下 我要找到的是二十六 然后把它分割成两个部分吧 看一下右边的是不是找到的是九十三 把它分割成两个部分 是这样的过程吧 这是代表的是 我们就理解成这是第二层 相当于第二层分割吧 那你想这个过程来说 总归的 我把二十六找到左边的这一个中间位置 跟找到九十三在右边的一个中间位置 它们两个之间是顺序执行的 那你想一下 它中归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不是还是N呢 因为我对找二十六 它的位置的时候 相当于对左边这部分需要走一遍吧 然后它相当于是左边的这个长度 那找九十三的时候需要对右边这部分 是不是也走一遍 是右边这部分的长度吧 两个之间的话 是不是之和 那之和是不是就正好是整个列表的长度啊 这么去看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来说 达到这一层 它的时间复杂度 还是N吧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那紧接着就要再看了 我还要对这个列表是不是再往下分呢 还要再分成 现在分成的是第一次分成两个部分 第二次分成了四个部分吧 对吧 我第三次是不是再对四个部分再拆成一半一半 对吧 那四也就变成八了吧 分成八个部分了吧 想一下 现在虽然说有错说的情况在 如果考虑多的情况下 我对这四个部分再找到中间位置 对它分成两个部分 对它分成两个部分 对这个分成两个部分 对它分成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再次的话 就应该是四乘以二就变为八了吧 对吧 那你想分到什么时候来截止呢 不再往下分了 也就分成了每一部分 是不是只有一个元素了 分成只有一个元素 那你想分了多少次 分了多少次 先想一下 我现在一共有 一共有这些个N个元素吧 我经过对半 每次一半一半的分 每次一半一半的分 分成多少次之后 每个当中只有1呢 是除以2吗 它相当于是说 2的几次方 等于这个东西吧 你想我每次拆分 是不是按照一半的去拆分的 每次进一半拆分吧 那也就相当于 第一次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二次分成的是2乘以2吧 第三次是2乘以2乘以2吧 想一下拆分的时候 第一次拆分的时候 我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了吧 第二次拆分的时候 是把它分成2乘以2吧 对当中的每一部分都在心拆吧 第三次呢 2乘以2乘以2吧 一直往下拆 一直往下拆 拆多少次之后 是不是到1了 到1的时候就不用再拆了吧 不用到1的时候 那你想分成来的 每一部分元素都是1 那整体来说 它是不是就是n呢 那也就意味着 我2的几次方是n吧 也就是说 你把n的元素 对2取对数 看一下 最终能给它分多少次 这就是它的次数吧 也就意思是说 要分多少次呢 应该是log 以2为底的n log以2为底的n 那你想 每分一次 在对出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 找到那个数据 这样的一级来说 它的整个时间复杂度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n吧 那也就是说 我这样的横向的是n 纵向的 只代表我拆了几次吧 拆到几次 是不是就拆到最终的那个1了 所以纵向的是logn 横向的是n 那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n乘以logn 先别看里面的这个数据了 我看大家有点晕 别看里面的这个数值 我们把它说完 别看里面的数值 就是考虑的里面都是一个方框啊 找到一个方框之后 一开始的情况下 中间有一个方框 然后把它分割成两个部分吧 对吧 分割成两个部分 这代表的是 看一下 第一次来说 分割成这个样子 第一次分成2了 为了好看 然后紧接着再看 我是不是对他又可以进行拆分了 对他进行拆分的话 把它去掉 对他进行拆分的话 那也应该是对他左边的这个部分 再进行拆吧 这是第一次找出一个中间位置 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紧接着 我再对他进行拆分 也就是说把它分割成四个部分了吧 讲一下 我再拆的时候 是不是分割成四个部分了 对吧 分割成四个部分了 然后紧接着 我是不是对他还没有到达1啊 是不是还得再往下分了 好 那我再往下分的话 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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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时候看 到达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是2等于3了吧 那也就意思是说 这个时候就到底了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上面的整个一个区别 到底经过多少个对半折分 能够拆到1呢 到底经过多少部分能拆到1呢 那也就是说 对整个区别取了一个对数 我们不按照这样去放的话 那也就是看一下 往上走 往上走 它的意思 第一次分成两个部分 对吧 然后第二次的话 对这个两个部分 我再往下去拆分 对吧 一个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给它分开 然后紧接着 我再给它往下去除 再对形折二 再进行折二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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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去除以折半 然后 紧接着 还没有到头 那我再进行除以二 除以二的话 那你想 就变成一个 经过几次除以二的过程 能够把它除以到1呢 现在能明白吗 如果说有九个元素来说 想一下 如果总共有九个元素来说 我到底除以多少个2 能够把它变为1 看一下 我第一次除以二的时候 代表的是 每个只有4吧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我还得再除以2了 再除以2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 2了吧 然后我是不是还得再除以2了 再除以2的话 取出来的那个数 是不是就1了 那也就代表我分割了 那个子部分 只有1吧 那你想 我是对它执行了几次呢 也就是说 我到底除以了多少个2吧 那也翻过头来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九除以多少次2 是不是到达1了 那我翻过头来 是不是也就代表 2的 2的几次方能等于九啊 多少个2相乘能等于九啊 是这样的过程吧 所以你这个n 是不是就是等于 log以2为几的 对九取 log以2为几的九啊 对吧 那我现在把这长度 换成这个n呢 那也就说 我代表取的次数 是不是就log以2为几的n啊 代表我整个拆分的过程吧 拆分过程 每一次我再去找东西的话 它累积的时间复杂度是n 所以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 乘以logn吧 对吧 这一点能明白吧 n乘以logn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 就记下来了 这是第一点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每次分的时候 是不是都采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 就是你分的这个数据恰好就在整个序列当中的中间的部分啊 我可以猜无限的往下分吧 那有没有一种最坏的情况 有没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呢 看一下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我找出来一个26吧 好 26就在前面那个位置 我就把它分成它自己跟右面整个了 好 对吧 是这样的方式吧 我紧接着再对第二个元素再操作的时候 它分 那我又分成了它自己跟右面整个分了吧 那我紧接着再分 也就是说我每次分的时候 都只能给它分出一部分来吧 对吧 那你想长度为n 我这个过程分分分分分 每次都只能分成一部分 那到底能分成多少呢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n呢 所以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个n方啊 对吧 理想情况下是对半的 最坏情况下只能分出一个部分 所以是n方 那刚才说了不稳定了 那不稳定表现在哪里面来呢 是不是因为我在去找中间元素的时候 涉及到这个元素 调到中间的某一个任意的位置上面来啊 这个调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很可能就跟原有的那个元素之间打断了 它的设计就改变了吧 因为你想稳定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是说我去操作元素的时候保持原有的顺序不去变 那也就是说想一下冒泡排序为什么是稳定的 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去移动的呀 它不会跳过当中的某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在移动过程当中依次的都会去比较过 遇到它相等的话 它有个特殊的处理 但是说对于这个快速排序 我是直接把这个元素放到整个序列当中 放到这个序列当中的话 那它就可能跟原有相同的那个元素关系就打断了 所以对于快速排序来说 它不是稳定的 好的 现在关于快速排序的话 终于说完了 - ?" - 比什么好 - 拍手 - 拍手 - 拍手 - いや